各位兄姐妹平安 說真的第一次站在台語禮拜堂這裡一起分享 所以我自己一直在想 到底要用哪一種語言 可是我還是很勇敢地用大家都聽得懂的 公平的語言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感謝上天能夠 我們黎巴胺教會的弟兄姐妹能夠站在你們面前 一起來分享神的話語 在將近五年前 七年前他們 黎巴胺教會有一個計畫 就是不要讓他們在教會裡面的服飾留白 他們希望能夠製作一張CD 能夠當作我們回來能夠給孩子一個祝福 所以在今年他們很勇敢地錄製了 黎巴胺的詩歌專輯 他們一直在想 他們要拿什麼奉獻給上帝 他們要拿什麼能夠和孩子一起來分享上帝的話語 只有詩歌 因為上帝的詩歌帶有醫治 上帝的詩歌能夠使我們得到喜樂 所以每一次在十月開始 底巴胺教會他們開始在中部中文的每一間教會去分享 我們底巴胺教會做了一張CD 這個CD不是因為別人 來是因為我們願意跟我們的弟兄姐妹一起來分享上帝的話語 所以因著他們的信心 他們告訴他們的小會議長 也就是我的 我的丈夫也是我的牧師 全成功牧師也是中會議長 他們說他們要來永福教會 他們的姐妹弟兄 弟兄也是姐妹教會來分享這樣的信息 那時候我就自告我朋友說 牧師你可能沒有辦法去 由我這個師母兼牧師來陪同一般教會的弟兄姐妹一起來 昨天晚上我們跟他們一起在練詩在唱詩 我有一個很大的感動 若不是上帝的愛 若不是上帝的祝福 很多時候我們要做任何事情 我們都沒有辦法 所以當我再一次看到我今天所要分享的經文的時候 我再一次提醒我自己 我們到底是用怎樣的態度來敬拜我們的上帝 在經文裡面告訴我們 在台語說用神 用神和真理真實 來敬拜我們的神 在我們古龍的畫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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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我們講 伊斯安 伊斯安的意思也就是 理 神 心靈 然後真理 真實 誠實 我們講 我們講 它是真的 所以我再一次告訴我自己 我真的是用我自己的心靈 用我自己的全部 真正的來敬拜我的神嗎 所以我再一次告訴我自己 無論在哪裡 我都以我的神為樂 所以剛剛我到 有福教會的時候 我剛剛進來有福教會的時候 有一首歌跑來我的腦海裡面 這首歌說 我在這裡讚美 我在哪裡讚美 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讚美 我在這裡讚美 我在哪裡讚美 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讚美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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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無論我們在哪裡 我們都可以讚美我們的神 當我們人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來讚美我們的神 可是这样的赞美不是只有我们的肉体 而是在经文里面说的 我要用心灵和诚实 用我自己全能来赞美我的生物 所以我的心充满喜乐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吗 我站在台上 我看到你们好多人愁眉苦脸 看不到上帝的喜乐 进入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生命 被活化了 你的生命充满了上帝他满足的喜乐 当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看见一个陌生男子跟他说话 他其实是害怕的 因为他原本是被弃绝的一个人 他甚至害怕让人家看见 我要去取水这件事情 可是当这个陌生男子 耶稣基督跟他说 你要什么 你给我水喝 这个陌生 这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她说 你这个人好奇怪 你怎么跟一个被人家弃绝的 甚至是悲剑的人要水喝 耶稣反而给他一个答案 我这里有一个永远不可的活泉 当我们的生命进入在困谷里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不就是在跟神要活泉 当神说到我这里来 我这里必使你的到我永远不可的活泉 可是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心局限在 我只要这样就好 我们的敬拜也常常极限 我只要礼拜天主日的时候 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敬拜神就好 可是我们却忘记 当我们有生命气息的时候 我们就在敬拜 你所吐出来的每一口气 我们都是在敬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人看见你 他们会怎么跟你说 你是喜乐的人吗 或是你是苦苦的人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就是期待 我们是被得救的 被得救的人 他没有重担 被得救的人 纵使遇到了许多的困难难题 但我仍然用我的心灵 用我的诚实 好好的来面对我的神 主啊 是的 我需要神明自己来医治 我需要神明带领我 但我愿意再次把我的重担交托给你 因为在你里面的重担是亲神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敌拜安教会的弟兄姐妹 来到这里参诗 我们不只是强迫 有点强迫你们买我们的专辑 而是我们把我们在山上好的食物 我们也带下来跟你们分享 因为这样的分享 我们知道上帝所创造的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使用 而是我们愿意跟我们在彰化地方的永福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 所以我知道每次我听到迪拜安教会弟兄姐妹说 每次我来到永福教会 他们的长方对我们多好多好 每次我们只是想要白白的把这些彩上帝所给予我们丰盛的产业 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他们总是还给我们的 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我相信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都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 所以当你站在这里 当你坐在这里 不再只是牧师 不再只是我们的长老 只是不是 而是坐在你们的 坐在下面的你们 你们都一起来参与神的圣宴 你们也一起来参与神的圣宫 所以刚刚我在听到我们收敛欢庆 你们在现实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看到 你们好像婴孩一样的喜乐 那个婴孩的喜乐 让我想到我比他们还小 我应该比他们更喜乐 所以从他们的生命里面 我看见的是那个诚实敬拜 因为在神的里面 应当义无挂虑 好好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不愿意我们背负我们自己的重担 乃是要我们像这一位 这一位妇人一样 虽然她被弃绝 虽然她被孤立 但是当她来到神的面前去知取那永远的活权的时候 她抛下她自己的 她抛下她过去对她自己的那个佛定 她再一次跟众人说 有一位神 有这么一位人 她那里有余佛的全水 她要再一次知认我们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迪巴恩教会 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最好的诗歌 也许他们昨天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们说怎么办 有无教会好过都是音乐家 好多都很会唱歌 所以他们说他们要保留一首歌 叫做哈利路亚送 可是那首歌不在今天唱 他们说等有一天有佛教会的弟兄姐妹 到迪巴恩教会的时候 他们才要唱 因为在那里唱歌不会被骂 在那里敬拜的时候 他们可以跳来跳去 在这里怕从三楼跳到一楼 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喜乐 我们希望在这里 我们把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歌声 再一次跟我们有佛教会的姐妹一起分享 我们想说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在神的里面 我们好好的来敬拜这一位创造我们 使我们不自缺乏的上帝 也许你仍然有许多的重担 仍然我们常常在开玩笑 也许你是一个假日基督徒 你是一个周日基督徒 可是不要忘记 当你回到上帝的面前 你在你的工作上面 你仍然可以荣耀上帝 当你跟你的家庭 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跟你的孩子互动 仍然可以荣耀上帝 当你走路行走 你仍然可以荣耀上帝 也告诉你们一个见证 其实我是一个御英家的牧师 所以我现在并没有一个 我并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 但我常常被人家 被很多的教会借去 当讲师不是讲师 传扬上帝福音的人 我常常问我自己 我能够会上去服侍什么 我有五个孩子 我有五个孩子 我说当我这五个孩子 他们真的认识上帝 这是神给我最大的福气 因为我要借着这五个孩子 来荣耀上帝 而你们的手上 神给你们了什么样的工作 在你们的手上 神给了你们怎么样的使命 在你们的手上 神给了你怎么样的资源 用这些资源 用这些工作 用这些使命 用这些意向 好好来敬拜我们的神 相信神会借着你们所做的功 看见神他自己的荣耀 而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因为上帝能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迪巴恩教会从深山里面下来 早上五六点起床 可是我们仍然欢喜快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这里 我们仍然爱弟兄姐妹在山上 可是我们不害怕 因为今天我们迪巴恩教会 在很多的地方 我们一起在同个时间 不同地点 我们用心灵 用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 而我也相信永福教会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们 他们在外面生活营 他们很多的团性在外面 可是他们仍然与我们在这里 在神的爱里面 在主里面相约 一起服侍我们的上帝 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 愿上帝祝福我们 保有一颗随时随地 时时刻刻 敬拜祂的心 并且神的喜乐就大大充满我们 我们一起来听说报告 爱我的上帝 主我们在这里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祝福 我们一般教会 和永福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 灵力合一 我们能够在这里 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知道 当我们透过 彼此相爱当中 神你所带出来的是 请拜 你所带出来的是 祝福我们在这里 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报告 是奉以耶稣的名 阿们